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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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 请坐 我看你刚刚 当然太 变化不同步 是吧 对 半天了 本来你早就该上来了 今天我们的蕾蕾跟我们的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我是R1SzRise的成员赵蕾 你好白啊 白吗 你好白 你也是白 找把坟地打白一点好了 大家晚上好 吃饭了没 吃饭了吗 吃了吗 在这儿 吃了 他问大家吃饭了没有 我今天剪头发了 看出来了吧 是吗 我今天剪头发 我前两天 昨天晚上家里 家里 没热水了 没有热水了 我已经两天没有洗头了 我刚才在这现场 我想说你是 那你洗澡了吗 洗了 洗了是吗 哈哈哈 有人说吃了 有人说吃了 你看 你的粉丝朋友们 现在已经在 我们的直播间 来跟你互动 刚才他们等了很久很久 刚才有人问了很多问题 我刚刚在后面 已经听到你在这边 已经说了很久很久 辛苦辛苦 你们也等一下呢 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互动环节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 首先有一个想问的就是 你刚发行了自己的单曲 八月份发的对不对 对 叫做呼吸 对 我跟你讲我前一阵子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首歌 让我仿佛回到了大自然 大自然的感觉 但是关键这首歌 我觉得难度也太高了 就是你唱是呼吸 我唱是断气 窒息 是窒息 整个就是感觉被命运锁住了喉咙 我之前有看很多 那个我的粉丝就是 翻唱这首歌嘛 然后说啊 怎么那么难唱 那么难唱 其实还行嘛 你觉得还行 那我 你要替我们普通人考虑一下 那我觉得 我能不能分享一下 这首歌 创作的一个背后故事呢 创作故事就是 是最近因为用了伊贝斯的青春副盘 哇对 是的 然后呢用上之后 就感觉我的面部在呼吸了 然后呢 用上了之后 我突然想到了这首歌 啊呼吸 哦 原来是这个意思 没有用了我们 伊贝斯的产品 然后整个皮肤在呼吸 所以写出了呼吸这首歌 对不对 哎 其实这首歌是 我也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很饱和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行程嘛 然后有一天下午的时候 呃就是在休息的时候写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像一直在 大家一直在奔跑在工作 然后应该要找一个节点让自己放松去感受自己的身体 对 所以我觉得就像有时候护肤也是一样的 就是为什么护肤很重要 护肤就是相当于你每一天 忙完了之后 洗完澡之后 然后你需要时间和精力去用到自己身上 就像护肤 你会有经历护肤吗 如果特别特别累的话 我会护肤的 就是我会 还是会把这些流程全部走 我有的时候特别累的时候 比如忙了一整天回去的时候 但是又不得不护肤 所以我就蹲在地上 你蹲在地上护肤 蹲在厕所里面 然后就这么抹脸 因为太累了 那你应该这样靠着抹脸 然后抹睡着 我也想 但是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很累 但是护肤真的太关键了 可能我是觉得 我一天不护肤我的脸可能会烂掉 我跟你说就是像之前 我跟我有个朋友讨论就是说 熬醉晚的夜 用醉补的护肤 蓬克养生 对 熬醉晚的夜 好 那其实呢 分享完我们蕾的新歌呼吸之后呢 我相信 因为刚才我也统计了很多人的问题 然后我相信很多来自微博的粉丝们 也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 我相信我们蕾蕾也很重粉嘛 所以肯定也会回答这些问题 是吗 我给大家 我给你准备了一些问题 是吗 对 我会回答吗 你想回答你就回答呗 我会吧 你应该不会吧 你可是重粉的 你重粉当然要回答 好吧 有人说你大惊面子 你有小手表吗 没有 大惊链子很富贵 好 那我们开始问问题啊 这些问题呢也是 给 好刁钻这些问题 什么刁钻问题 首先是 那我就不回答了 首先第一个问题 听说蕾蕾增肥初见成效 他们问你胖了几斤 其实我说实话 就前一阵子在北京工作了十几天 然后因为一直吃不到好吃的外卖 所以我瘦了好多斤 嗯 然后国庆这几天又涨回了三斤 相当于就是正负正负等于你 就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你有增肥秘诀吗 你可以分享我一点吗 因为我也蛮瘦的 你喜欢吃吗 我之前 我喜欢吃 就是 就是不要问我增肥秘诀 因为我 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增肥成功过 我也是 就是一直就是 保持目前的这个状态和体系 你觉得受人的悲哀啊 难哪 沉默了 好 那下一个问题啊 你的粉丝团子也两岁了 有没有想对你粉丝说的话 我希望你们增肥不要像我一样困难 既然叫你们团子就希望你们 可能有人需要增肥 哦 希望大家健健康康 胖胖胖胖胖 稍微健康一点 果然是 你们有没有吃蛋糕呢 蛋糕 有没有吃蛋糕 两岁了 怎么没有 他们都在都在打问 他们对我们刚刚的表述非常的 因为我们都说我们 对我们很瘦 我们要增肥 有很多人要说 我还要减肥呢 你们这两个人那是 有人说刚减完肥 下一个问题啊 你平时出门有带很多手机吗 会的 就是 有多少 最多的一次是三个手机 三个手机 你见过有一个日本大叔 他们那个路边猪宝可梦 他掉了几十个手机 他一天拿几十个手机出去 为什么 为了玩游戏 所以我想知道你拿三个手机 你这个三个手机的用途是什么 没有 其实真没什么太大用途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 你了解手机吗 我蛮了解的 那你为什么要拿三个手机呢 就是因为 就是自己很喜欢 研究各种新出的一些 就是比如说新的一些科技啊 他用到手机的什么地方 然后去体验 你三个手机是三个牌子吗 对 因为我不会同时用一个 因为我有两个手机 但是我是一个牌子的 所以具体什么用途 你也说一下吧 之前我曾经尝试过 一个手机拿来用工作的微信 另外一个就是用联系家里或者朋友 但后面发现其实不太使用 就可能我真没有那么 那么多的人可以联系 我懂你 我之前也想过说 我想过说就是 有一个私下用的 有一个工作用的 但是发现 对 真没那么多人可以联系 首先没有那么多工作 其次没有那么多家人 其次没有那么多人会找你聊天 对啊 所以主要我还是很喜欢新鲜感 那会有一个手机专门用来拍照吧 不会 那你更不理解了 我如果用 就是我还是会用手机拍 就是平时常用的一手机 那我觉得 因为如果有人说 比如有一个手机 它的专门用途就是拍照 所以我专门用一个手机拿来拍照 那你又不是用来专门拍照 你三个手机 那第三个手机是干嘛的 就拿着 好看 是因为你买了三个好看的手机壳 所以 不会 我觉得 这个还是因为 因为比如说我不是说 买了就 就把它放在那里了 我可能会再把它卖掉 因为这样你会持续的 有一个更新换代的过程 嗯 这样你就可以一直 就是 尝鲜嘛 就是可以一直用到新的 确实 确实 这个确实是 有人说 既然有三个手机 为什么还不发自拍呢 你有经常自拍吗 我经常自拍啊 经常发吗 他们可能不太关注我 所以就 假的死 我觉得 你 但我因为我看你微博 你自拍发的其实蛮频繁的 对啊 又要忘我了 嗯 嗯 好 他们说不够 主要是因为说不够 不够 他们想让你 就是发二十公格 我就起床 呃 刷牙 呃 然后出门 然后一天拍个十几张 他们不是有个十八公格 是吧 哦 现在微博好像现在是十几 十几个公格 双倍的十八公格 哦 他们应该就希望我一天发个十八公格 可以 我觉得 一天三次每次十八公格 你得像那种就是疯狂下单那种疯狂自拍 对 好 那下一个问题啊 呃 那这个问题就是吉他嘛 因为还是音乐比较重要 对 对 毕竟是饭文 哈哈哈 可以这么说 哈哈哈 好 下一个问题 诶 你吃饭会让 我们抽奖的奖品呢 是一一子 是这个 这个就是一一子 然后我们 我们不只送他 而且我们要送 蕾蕾的亲笔签名的一一子 哦 真的吗 你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帮你签 送五个 我们的蕾蕾签名的一一子 那怎么抽奖呢 就是大家 我觉得刷固定的一个词条 然后我来截屏 啊 然后我们是 诶 我们是截五次 还是说一次截五个呀 诶 诶 我们的导演 我们是 截五次是吧 对 每次的第一个 我们会 送出签名的一一子 那我们可以把一一子 拿上来 先让赵蕾在这旁边签一签了 哈哈 好 那我们刷什么 你来订吧 刷 刷你的新歌好吧 不是刷 你自己 你自己下 用一倍诗听呼吸 用一倍诗 哇 太棒了 还可以 用一倍诗听呼吸 来 大家可以把这六个字 打在我们的公平上 用一倍诗听呼吸 哇 他们好配合 我们会送 送吗 我们会送 但我们不现在签对吧 对 我们会送蕾蕾签名的一子 因为五个放在这有点不太好看啊 所以等一下我们蕾蕾会 真的真的欠他 五个 我用人格担保 就是他刚刚说的 他帮我签是假的 对 你要想让我签名 我签名又不值钱 哈哈哈 来 用一倍诗听呼吸 来 首先先解五次 来 三二 你出三二一 我来解 好好 你来解 没了 出来了 有了有了 好 三二一 好 解第一次了 要解五次 解五次 来等几秒再解第二次 好 三二一 你打了个歌吗 三 一 三 二 几个 四次了 再解一次 好 加油啊 加油啊 大家加油啊 三二一 三二一 好 好 五次了 我来看一下哪五位 我们的幸运粉丝会 中到一子的 一子的玩偶呢 好 首先是 这位 王鲁比 王鲁比 恭喜你 然后第二个是 石南商病花 ID是石南 好 这是诗吗 我不记得 这是谁的诗吗 有没有文化人 石南商病花 好文雅呀 好有文化 恭喜你 第二个 第三个是 TT陆小游 TT陆小游 第四个是 孙宇杰 孙宇杰 第五个是 学阿语的K 学阿语的K 恭喜五位亲密粉丝 获得了 累累亲笔签名的一子 恭喜 好 继续问 问题没问吗 还没问完 没问完 下一个问题 怎么样才可以引起 累累的注意 估计想让你翻牌吧 翻牌 引起我的注意 对就是让你在微博上翻他们的牌子吧 那你们就各时其力 开玩笑 因为你要说出一个办法的话 大家就都用这个办法 对那就不会这样 最特别的 最有没有 最我没想到的办法 才能引起我的注意 那之前有没有过 让你没有想到的办法 你翻过它 你翻过它 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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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样的玩偶 就是 就是很精心准备的玩偶 哦 是你喜欢的外表吗 外观 所以就你看到他们了是吧 我看到了 哦 好荣重啊 而且这样 就是有点辛苦 以后还是别这么干 可是这是要 就是那个要 前线分才可以到达的 但是有些微博上如果 什么样会引起你的评论呢 有人跟我说过 你再不翻我 我就要秃顶了 我说那你秃吧 你秃太狠了 我秃你也秃 有没有之前类似的 嗯 线上的话 线上还好 因为比如说 每次我们有一些活动需要 跟粉丝互动翻牌啊 之类的 我都蛮认真的 都会把他们认真的 问题很认真的看一面啊 认真的码字 就是其实 哦 对 大家认真的问我 还是会很认真的回答 哦 那下一个问题 也是刚才直播间就有人问过的问题啊 是 他们很好奇 你的护肤步骤是什么 护肤 日常护肤流程 水 水乳 水精华乳液 你不用洗面奶啊 哦 护肤啊 对 我说的是 那除了洗面奶 先洗脸 然后水 然后精华 然后乳液 或者面霜 然后再眼霜 先用面霜再用眼霜 对 哦 果然每个人 我跟你是反的吧 我是先用 先水 眼霜精华 我眼霜在精华前面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还是看习惯 就看你的 看习惯 皮肤吸收吧 嗯 我觉得也是 有人说 比他们还精致 对 然后 要敷面膜 每天要敷 嗯 每天都要敷最好的水 嗯 有人说你比粉丝还精致 当然啊 人家说宇宙巨星啊 哎 别别别 我不赔 还要跟大家进行一下关注啊 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伊卫师直播间 然后同时呢 进行我们的直播间点赞 等一下我们的点赞数到达下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进行我们下一轮的一个直播抽奖 嗯 那呃 其实我刚才 我近距离看我们蕾雷的皮肤 我们蕾雷的皮肤真的 还可以啊 真的很好 就是 因为关键是 白 细 嫩 滑 滑 润 你也夸夸我 我想走了 你也夸夸我 我想走了 关键是我们的伊卫师能找我们的蕾雷进行一个合作 肯定也是看到蕾雷本身布置就很好 嗯 对 嗯 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享受那么多形式的 而且还都是鸭鱼鱼那种 那呃呃呃 我相信我也很好奇 很多粉丝朋友们肯定也很好奇 你为什么能保持这么高强的工作情况下 还能让自己的皮肤状态这么好 哎 其实我之前刚刚不是说嘛 就是因为我平时经常熬夜嘛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 你是熬夜还是通宵啊 通宵的话 通宵是天亮睡 还是相对少一点 哦 但是熬夜可能会比较多 然后再加上我们平时比如说 像现在 这个光打在我们脸上 我们脸就会很干 嗯 然后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 舞台的光打在脸上 它的强度更大 嗯 就是你的脸就会变得 就是 比如说 比如说在台上 就是一直彩排啊什么的 脸就会变得很干 然后容易出油 然后就会长斑嘛 嗯 因为强光会是会让人长斑的 就跟紫外线是一个道理 对 所以平时 像我觉得 护肤 其实 呃 对我来说相对重要的 一个是面膜 一个就是精华 嗯 因为精华的话 呃 为什么要精华吧 肯定是最最精脆的一个部分的提取 然后再用到我们的皮肤上 对 哦 可以 主要还是 我觉得脸脸分享自己的护肤 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在呃 在填我们脸脸的盐的同时 还是要吸取这些硬货知识的 这样的话可以 自己也会有一个好的皮肤 嗯 那呃 我们脸脸和我们的EBS 进行合作也很久了嘛 呃 可以 呃 我觉得呃 在你对EBS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因为我们 EBS我也有一点小印象 那你对EBS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不得不说 EBS 因为我很早 很早小的时候 看过一个电视节目 叫做 爱情保卫战 嗯 什么是 是我太老了吗 是你 我不可能太小 就是我今天已经六十岁了 就爱情保卫战啊 你不知道吗 爱情保卫战是谁 谁演的 EBS当时冠名的电视节目 哦 是吗 爱情保卫战 哪个台的 天津卫视 哦 是天津卫视吧 天呐 哈哈 我都不知道 爱情保卫战 这个是我最早的时候 是吗 是个 节目还是电视剧啊 爱情保卫战 爱情保卫战 爱情保卫战肯定是节目啊 保卫爱情的节目啊 是什么 就冲关类似 冲关节目吗 爱情保卫战肯定是 哦 我知道相亲节目 哎呦 我就不跟你介绍了 你回去自己看一看吧 好 粉丝也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知道吧 嗯 调解婚姻 我好像有点印象了 就是 哎 反正具体你去看一看 就是这个是我 很小的时候有看的 嗯 然后 然后那个 然后所以我这一次 也是第一次跟伊贝斯 合作的时候 我就哎 好耳熟啊 然后我一 一搜 哦 这不是我之前看的那个 节目的吗 对 然后因为也是很很老牌的一个 嗯 一个国货的一个一个 一个护肤 护肤品了嘛 所以其实 还蛮 还蛮 其实说说还蛮 还有点荣幸 对 因为小时候看的电视节目 对啊 因为小时候在电视里看到东西 会觉得 哦 好神圣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爱情保卫战由伊贝斯独家冠名播出 就这种 可以 就这种 可以啊 可以啊 那呃 那你既然已经和我们的伊贝斯品牌 你已经是伊贝斯品牌的青春大使了 嗯 那有没有呃 自己比较喜欢的产品 自己比较喜欢的产品 嗯 就像我我上次呃 第一次拍广告的时候嘛 然后就就有看到他们这边 就是我上次用的是这个 青春 对 鱼子酱嘛 鱼子酱和它的那个精华 这个我自己有在用 嗯 就是因为呃 精华 因为我我自己觉得精华还是蛮做蛮重要的 所以我自己会呃 比如说每次护肤的时候都会再用一次 因为鱼子酱呃 呃 它是有 就是 可以体量和均匀肤色的这个作用 嗯 因为平时像我们 为什么说一个人气色很差 是因为 肤色不均匀 嗯 因为我们的眼周围 鼻周围和嘴巴的周围都会容易暗沉 对 所以要用用像用用精华 嗯 然后每天可能早上晚上都要用一次的话 这样的话在涂上防晒 你的皮肤慢慢慢慢就会变好 嗯 哇 这绝对是干货之事 那这个鱼子酱精华呢 其实呃 加入到了我们即将要说的这个礼盒里面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礼盒好不好 好 这个礼盒除了这个精华以外呢 其实还有 我来看看他们在说啥 好 这个礼盒呢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鱼子酱的青春富坛的精华水 和我们的青春富坛的锦盐乳 这三个就是我们整个礼盒里面的东西了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礼盒里面还会有 这个比较 这是我自己 对 这是我们蕾蕾的一个小夜灯 你晚上起来想 对晚上起来上洗手间 这可以按一下 但是好怕呀 按一下 我们蕾蕾就会陪着你上洗手间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明信片 明信片是在这里 我们会有五张吧 应该是五张明信片 嗯 穆蕾蕾的明信片 嗯 五张是 诶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吗 五张不一样的明信片 嗯 就是我们可以寄给远方的家人 现在可以寄明信片吗 收藏嘛 还是以收藏为主 也有寄明信片 好 等一下 还有一个其实还有一个面膜 我们会额外送面膜 我们额外会送面膜 这就是整个礼盒的一个 整个礼盒的一个内容了 那怎么买这个礼盒呢 有一个链接 对 那这个链接现在还没有上 一会就上了 一会就上了 那什么时候上呢 我们蕾蕾蕾决定什么时候上 现在就上吧 OK好 非常随意 现在就上吧 好来 我们倒计时一下 嗯 有上吗 先喊上了吗 我们蕾蕾倒计时吧 来 我们给个仪式感 上链接 好 链接上了吗 我们看一下 可以从直播间直接看 来我们链接可以上了 我们这个礼盒呢 原价是318元 然后呢 你可以在我们直播间 领取一个60元的券 到手价呢 是258元 来我们已经上链接了 就在我们的是几号宝贝 10号宝贝 12号宝贝 12号宝贝 12号 我们的12号宝贝 伊贝师鱼子酱护肤套装 水乳补水保湿面部化妆品正品 这什么关键词也太多了 就是我们这个礼盒了 这个礼盒里面包括了 还是再重新说一下 来来来来帮我们说一下 这三款产品 一个是伊贝师的鱼子酱青春富坛系列的精华 然后这个是精华水 这个是锦盐乳 这三款 一款水 一款乳 一款精华 然后加上我们的小夜灯 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小夜灯 我的小夜灯 嗯 好大啊 这个我先拿走了 自己陪自己上厕所 然后还有一套明星片 一共五张明星片 除此之外呢 我们会额外送你一个面膜 所以我们的 在我们直播间里面拍掉 而且我们是限量3000盒 对不对 好像是限量3000盒 对不对 限量3000盒 赶紧的 这就是来催一催啊 原价是318 现价是258 我们到手价是258 而且还额外送你面膜 嗯 哇 我看一下 现在大家买了吗 直播领券怎么领 领券在 右上角 应该就是右上角 就是入会领取吧 入会领取 可以领一个60元的券 就是首次入会专享60元礼包 你就可以以258的价格到手了 那为什么这是写着239呀 好 这是分套装的 哦 分套装的 它有不同的 它有不同的那个 不同的分类 嗯 嗯 好的 那送完这个礼盒呢 我们还是要稍微再说一说 其他的一些产品了 就是这些产品 其实还是要继续来说一下的 嗯 来你再可以看一下 你和粉丝来问问题 不用我这有水 哎呀你可不用 哎呀可这个我可受不起啊 哈哈哈 今天来的呢 也是 上次营业是什么时候 上次营业 对跟粉丝们聊天 就是有 出现在大众视野里面 上次 那就是上次首唱会的时候了 那9月份的时间了 9月月底 最后一天 哦 是你的那个呼吸首唱会吗 对就是有一次在一个 一个音乐 音乐平台上的一个首唱会 音乐平台上 哦 我有看到那个 哎 直接弹出来了 我们优惠圈弹出来了 优惠圈已经弹出来了 限量三千个 限量三千个 关键是限量三千个 我可以看到销量吗 看不到 看不到 没关系啊 有人还是说想 怎么那么多人想要cue你的吃播呀 他们可能太想让我长肉了 嗯 就想天天看着我吃 监督我 我觉得是好的 因为我也想上 你也没有上六十啊 我也没有上六十 嗯 好难啊 我好想上六十啊 我好想 你想上六十 我觉得吧 你想上六十 六十公斤吗 六十 六十多吧 六十多 我现在看到一些就是 呃 就是体重稍微比我多一点的人 我都想从他身上把肉扒下来 拌到我身上 嗯 因为瘦的时候就是 有的时候我 有的时候我自己照镜子的时候 就看到自己一身排 我跟你说了 你还是别说了 我看他们要揍你 你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吗 因为本来如果是有一个 就是被减肥所困扰的人 坐在我边上 我们可能还会相互的 就是分享一些经验 结果我们两个都是 都是不容易长 那我们一会儿又不同步了 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 我们有延迟了 每人稍微等一下 我们再调试一下我们的设备 嗯 嗯 好 还可以继续跟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来进行一下互动 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的蕾蕾 刚才其实有几个问题我还没有问 哎这个问题啊 呃有人问蕾蕾 阿蕾 蕾哥 蕾子 赵老师 哎怎么好像叫我一样 哈哈哈 因为我很多人都叫我赵老师 赵老师 我都受不了 哎我们两个都姓赵哎 那我叫雷老师 你最喜欢粉丝对你哪个称呼 都蛮喜欢的 没有一个最喜欢的 我看看哪几个 你最习惯性 蕾蕾 阿蕾 什么叫 阿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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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蕾吃饭了没有吧 蕾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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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歌 有人说宝贝 铁汁 铁汁 铁汁要汁 这是铁汁 铁汁买果汁 诶 怎么回事 我们的镜头 诶 我们的镜头 你是不是想把它遮住 还好 我今天说上这个是长库 我可能有的时候是后迭会是短库 你们这个真的 你们说宝贝 你们问你叫赵三十 同步了吗 蕾老板 其实我一直关注你的时候 你有一个人事我觉得特别好笑 理财人事 理财人事 你很喜欢教育粉丝 让他们理财 合理理财吗 可是你是真的理财吗 那你有三个手机怎么叫理财呢 那是在合理的经济范围内 哇 人家能说出这种话 理财是在于就是 你会省钱吗 还是说就是也不太 就是会 还是会享受生活的前提下进行理财 边享受生活边理财吧 就是你要在你 你觉得就是你在你的需求的这个范围之内 然后去尽量的去让自己的财财物 就是保持一个在你心里是有底的一个情况 我有一个看过一个报道 就那个报道其实我说的还蛮有道理 我现在都有按照那个报道来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你看你说对不对 他那个是说的是 你先预估一下你自己的月收入 如果你要买一样东西 这个东西超过了你月收入的10% 你就需要考虑一下 就是稍微考虑几天 但是如果你买的东西低于10% 那你就可以随便买 但也比如说随便买 就是如果你比如你喜欢一个东西 就是还可以放心买 对就可以放心买 这样的话就不会让你的消费超过你的整个收入 你也能稍微安稳一点 我的建议就是开心就好 我说真的就是就是你为什么我会想要理财 是因为就花完钱之后发现真 啊 客家产品 就是你护肤品是必须要买的 对 而且关键是我们一位是很划算 它不贵 它相当于比较市面上一些其他护肤品 其实它不贵 它其实还蛮适合一些我们的一些就是想要护肢的人 主要是像我们平时买护肤品都会单买嘛 比如说我缺了缺了那个水啊或者精华之类的 但是像礼盒这种的话会相对就会划算很多 对是因为毕竟是礼盒嘛 然后呃我们的优惠还有人在问优惠圈在哪买 我们点开我们的呃我们的购物车 怎么点不开我重新进一下 点开我们直播间里面有购物车 点开购物车之后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宝贝详情页面里面 然后在这边就可以领券啦 领券就有领券 就可以领一个五十元的 不是六十吗 嗯 哦应该在详情页是吗 往下拉 详情页面里面会有一个 哦在这里 直播专属优惠圈看到了吗 直播专属优惠圈 再往下拉吗 我已经拉到了啊 这边 就可以领一个六十元的优惠圈 领取就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去下单了 六十元 OK OK 嗯 好 有人都说买了 有人说你的大纪念的是真的吗 这个真的是服装 你觉得是真的 它就是真的 这个真的是服装老师准备的 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如果要推荐你们学校食堂 最喜欢吃到一道菜 怎么问题都是舌尖上的 舌尖上的赵磊 舌尖上的race赵磊 对 就是推荐一道菜 菜嘛 食堂的菜还是 上阴食堂其实都很好吃 你总会有不喜欢吃的东西吧 我觉得我受的原因是因为我挑食 我不挑食 那你是怎么瘦下来的 我就没有想要 我就没有瘦下来过 因为我也没胖胖吃过 哦 我瘦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多 让人变胖的东西我都不爱吃 我不喜欢吃奶 不喜欢吃奶制品 不喜欢吃蛋糕 不喜欢吃薯片 我就是只吃饭而已 不行不行 你这些东西都吃是吗 还是会吃的 不能挑食 就算长胖了也不要挑食哦 为了自己的健康 嗯 推荐菜 推荐一道菜 菜嘛 就不具限于食堂了 就随便推荐一道菜 毛学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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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希望你给粉丝讲了一个土味情话 土味情话 嗯 我从来不讲土味情话 你这句话其实就 那你是讲就认真的情话 我喜欢你 我为什么要讲土味情话 哎呦 哈哈哈 我都有点误伤到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喜欢你们为什么要讲土味情话 哈哈哈 你看有看大家的反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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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的好大儿 哈哈哈 哎 看来他们不喜欢我讲情话 哈哈哈 以后不讲了 他说这句话好熟啊 你是讲过是吗 没有啊 嗯 他说很厉害 说你会撩 不会 我不会 哎 我可以 其实可以看到销量哎 现在 哦 已经月销1020 哦 已经超过一千了 现在已经买了三分之一了 哦 哦 很厉害啊 好厉害 已经超过了一千 我们现在还剩两千件 我们赶紧去购买好不好 可以 至少为了一个小夜灯 你也觉得是吧 想不想让赵磊 想不想让Rice赵磊陪你去厕所 哈哈哈 可以摆在 就摆在床头就好了呀 这怎么关啊 这个 哦 哎 他可以使 哦 他有三个灯 他有三种灯 其实是灭掉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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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暖光 暖光 冷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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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光 四种光 应该是 应该是 好 那 最近 还有很多粉丝想问一下 最近上学有没有发生什么趣事 给大家讲一下 啊 最近上学的话 因为我之前就是 就是 就是很久没有跟同学见面了嘛 然后 同学都找我签 就是都找我拍照 啊是吗 啊 就是会像见 见到大明星你一样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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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哎哎 雷哥你来了 来 西克 会不会有人说就是 哎呀 哎你红了你不得给我上签名啊 什么这种话 你是不是经常听啊 没有没有 我现在就很多人会不会说这种话 我也 也就还好吧 哎 好 除此之外呢 那我说一半 我们还是要说一下我们的今天这个礼盒的内容啊 这个礼盒的内容 在说礼盒内容之前呢 我看一下我们点赞数 哎已经137万了 看到这有个数量 嗯 大家千万不要停止点赞和关注哦 记得左上角关注一下我们的eBay师的直播间 然后右下角记得点赞 然后现在已经到了一个137万的点赞量了 我们可以抽下一波奖了 好的 下一波奖 我们来抽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抽什么呢 海报是不是 呃 对 你比我说六成哎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我的千里尔刚听到了那边 好像是海报 海报海报 哦 你有时候好好舍我都 我我我我我我跟 我跟就是笼子没什么区别了 嗯 你还能听到很厉害 哎呃 接下来呢我们来抽海报 我们来抽五份 嗯 五份海报 而且是签名的海报 我们的蕾蕾签名 哦我想起来 我当天在家里签了好多张贼大份的 原来是 顺丰儿的蕾蕾子 嗯 他说你是顺丰儿 千里尔是什么呀 你是千里眼 千里尔说你是千里尔 我说千里尔就千里尔 你说千里尔吗 嗯 你刚才说自己是千里尔吗 哦 我不知道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千里尔顺丰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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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抽一下 这抽一下 还是你来几啊 还是五个 还是五个 哎是不是没有不同步吧 呃我们再刷一个 还是同步的 我们再刷一个呃 那个词条吧 来想一个 我们不是卡住了吗 赵氏护夫一辈氏 笑一下 我每次有人听赵 我就心里咯噔一下 赵氏护夫还是赵氏护夫 赵氏 那个氏是公氏的氏 赵氏护夫还是赵氏护夫 赵氏护夫一辈氏 赵氏护夫一辈氏 有人答对了 不是这个氏 这个赵氏是 不是 氏是那个公氏的氏 横横竖勾点 那个是公氏的氏 赵氏护夫一辈氏 来 解五个吧 看到已经刷起来了 这个就可以慢点解 我们可以解一些 我看到有人说 给个机会吧 把字打对了 咱们把字打对了 好 3 2 1 1个 3 2 1 两个 解第3个 3 2 1 3个 3 2 1 4个 4个了 3 2 1 5个 5个 我们来看一下 哪五位幸运粉丝 可以获得我们的亲笔签名的海报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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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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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1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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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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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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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1 2 2 1 1 1 Again 1 1 1 2 1 1 1 2 1 1 2 1 2 2 1 Rinny,花花,靖哥哥與蓉兒,Mr.Nobody,Amber,能 恭喜五位獲得了我們雷雷,親筆簽名的海報,恭喜! 我們要展示海報嗎? 要嗎? 導演,要不要展示海報? 算了,導演沒有理我 我們繼續,我們繼續 會給他們的 對,會給,會給啦 等一下會有客服來聯繫你,還是他們自己去聯繫客服呀? 到時候是下播之後是讓客服會聯繫他,對吧? 對,等一下客服會聯繫你,然後給你寄禮品 記住一定要點關注我們的直播間,並且不停的點贊哦 一定要點關注直播間,不然的話我們不送的 不送的 我們獎品會在七個工作日內來包郵發出 然後你記得憑藉你的ID,然後到時候跟我們的客服進行核對就可以了 好,那這波抽獎也完事了 那接下來呢,我們還是要繼續來聊一下我們蕾蕾啊 因為我們畢竟粉絲來看我們的蕾蕾,希望能知道你更多的內幕 剛才有人問我你的操偶標準是甚麼? 你覺得你可以說嗎? 蛤?你的操偶標準 你好八卦呀,但我還想知道 哈哈哈 能說嗎?你不能說就算了 隨緣吧 隨緣啊 隨緣可還行 隨緣吧 你覺得你是,呃,你會更看重他的外表還是內在 這個也隨緣 因為這個東西我覺得 呃,到了一定年紀可能自己會有不一樣的選擇吧 哦,我覺得也是 這個,因為畢竟大家的類似不一樣 有人可能會 人都是會變的 對,我覺得 呃,外貿可能是門檻 但是內在是決定 兩個人能不能繼續在一起的關鍵 嗯,然後算了 那聊完這個兩性問題之後呢 我們今天又得聊吃了 舌尖上的瑞斯趙磊 請分享一下你的吃貨日常 吃貨日常 說一下你一天幾頓飯 我一天 三到四頓飯 就是早中晚和夜宵嘛 啊,你還能吃早飯呀 你會 盡量會吃 盡量會吃 哦 就是感覺很不舒服 因為我早飯的時間 基本上都在睡覺 所以我 我沒有驚醒 但是吃完早飯之後 我就覺得哇 新的一天開始了 就是有這種感覺 我有的時候會 因為到早上還沒睡 所以才吃了一個早飯 然後呃 呃,其實我覺得我也蠻好奇 因為我 我是呃 不吃飯 所以我才這麼爽 你為什麼可以吃這麼多 還能這麼爽 你覺得是什麼問題 我覺得嘛 嗯 可能因為我護膚比較有心嘛 哈哈哈 就是你的護膚體力比較多 所以就消耗了大量的熱量 是嗎 那既然已經提到了護膚 那我還要再說一下我們整個這個禮盒 這個禮盒呢 是我們的 他們都在笑我 真的 你們在笑我什麼 存在極為合理 我覺得既然他有 他說了就有他的道理 哈哈哈 裡面有青春富檀透亮精華液 青春富檀精華水和青春富檀錦炎乳 這個禮盒呢包括這三款產品 然後呢還有一個呃 呃,雷的夜燈 鐵夜燈 對 這叫夜燈 它也可以叫台燈 夜燈 然後還有呃 五張明信片 明信片在哪 明信片在 在這兒吧 是這個嗎 對,應該就是這五張明信片 明信片在這裡 明信片 然後額外還會送你面膜 總共就這麼多 一共318 到手價呢是258 所以各位一定要記得拍我們的12號鏈接 12號鏈接 我們再看一下銷量 看一下銷量 哎,又買了200多個 嗯 啊,消費率可以 戴户i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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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值 因為你單買一個價格 這每一個價格怎麼得一兩百一兩百吧 所以加在一起一共才兩百多塊錢 非常的超值 非常超值 非常適合我們的追星女孩們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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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雷 你看,我乾淨是三個問題 你全都是問你為什麼吃不胖 我剛看了一下 可能 大家對我的 大家對我的這個 吃不長不胖這個問題 感覺 又既是問題 又不是問題 自己羨慕 又不太羨慕 可能 你們會嫉妒嗎 你們會不會嫉妒 嫉妒雷這麼瘦呀 有人問你腿有多長 嗯,沒有量過 你就一米 一米多 一米吧 一米多 不到兩米 不到兩米 他說不會嫉妒你 有人說會 還打了個叛號 哈哈哈 別別別別嫉妒我 我覺得還是見他比較好 嗯 然後,呃,有人問吃辣皮膚能變好嗎 因為你不也有人吃辣嗎 這個問題我也想 因為我一吃辣就爆豆 這也是我不喜歡吃辣的原因 這個因人而異吧 之前說因為四川是盆地 所以 就是 就是 那個陽光可能沒有那麼強 所以四川人皮膚又比較好一點 對,因為水分多的話會 相當來說會好一點 嗯 嗯 那,呃,有人說吃辣皮膚好 嗯 現場涼腿 有人說現場涼腿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沒有沒有那個涼齒 沒有,對沒有涼齒 你說手機有涼齒 那不行不准 哈哈哈哈 你比我 你比我 你比我腦袋占得快 沒有沒有沒有 好 那,那個 今天呢 我們來到我們的直播間呢 其實還準備了一個小互動環節 因為其實有很多粉絲朋友們 其實都還想 讓你進行一次帶貨 嗯 帶貨 你可以嗎 好 你就直接來是嗎 你也不要我一句歡迎一下 就直接來 那我是不是要坐你這位置 哈哈哈哈 就一樣 這個鏡頭可以直接給你 好 直接來了啊 嗯 要給你一個打高板嗎 啊 3,2,1 好 嗨,大家好 哈哈哈哈 一子 咔,咔,咔,咔 咔 哎呀 我來拿一下 真的是 麻煩你來拿 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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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子被你直播的 熱情所下 好,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晚上的EBS直播間 我是今天晚上的 呃 3,2,1 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EBS直播間 我是今天的 閃亮新主播 Rise的成員趙雷 今天呢 我就來給大家推薦一款 我們全新的禮盒 這個禮盒呢 有這個 青春富壇系列 精華 用了它之後能怎麼樣呢 用了它之後 熬最晚的夜 補最穩的精華 能讓你面部非常的Q彈 非常的滋潤 黑夜圈消失不見 哦,我憑不出來 哈哈 下一個 那個專業專業一點的 嗯 大家快看 這個 美妝模組 是這個 對,下一個 我看看啊 上面還有一個 這是我為團子們精心挑選的禮盒 裡面有我平時在用的EBS青春精華 嗯 還有 同系列的水和乳液 裡面的魚子醬精華 可以提升皮膚的彈力 就是青春富壇 抗氧提亮效果特別好 想和我一起 青春不褪色嗎 亮出青春本色 就 買它 盤它 把它 帶回家 我瘋狂下單 大家一起瘋狂下單 瘋狂下單 哦 挺好的 挺好的 畢竟 畢竟不是直播帶貨嘛 所以這次 我覺得表現還挺好的 不專業嗎 挺專業 非常專業 professional 我覺得那接下來呢 剛才其實是提問 因為剛才問了你很多問題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我還搜集到了一些 彩虹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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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彩虹屁呢 我覺得我讀沒有什麼意義 當然讓你讀啊 我讀嗎 你讀 這給你準備好了 大家可以把你們知道的彩虹屁 打在我們的屏幕上 來看看 雷雷可能會看到你說缺的彩虹屁 一定要吹得非常與眾不同 可能才會被注意到 我覺得這不像彩虹屁 我覺得這像他們跟我講的圖位情話 都差不多了 來 來 讀 挑著讀也可以 你知道 為什麼 我老是感冒嗎 因為我對你毫無抵抗力 這個還好 這個我聽過無數次了 這個 這個 這個還好 哇 這個這個這個 啊 你知道牆壁眼睛膝蓋的英文怎麼說嗎 我 愛 你 哇哦 你們受得了嗎 受得了嗎 然後你還給我準備了一句 我也是 我愛你 對話給你整出來了 什麼 你能讓月色溫柔 讓流星閃爍 眨一眨眼睛 便能讓銀河墜落 我想把世界上最好的都給你 去發現 你就是世界上最好的那一個 這種 好像Q的空間裡面 大家 很古早的 蠻古早的 你們想要新鮮的 沒有新鮮的一些彩虹屁啊 其實也比較老的 就是想在 哥哥的鼻梁上滑滑踢 想在哥哥的酒窩裡面游泳 想在哥哥的鎖骨上滑滑滑 有人說 有人說 蕾蕾你頭髮真的變貌咪了 加油 你還好你很貌咪啊 你比我要貌咪多了 我頭髮太軟了 太細了 我頭髮少 我頭頂 這是真的是 年紀大的 悲癢癢 我看還有什麼 把專業刻在 趙磊 什麼 還 頭 頭蓋鼓上 什麼 鎖鼓吧 什麼鼓 什麼鼓 唉 我頭髮太細太軟了 沒辦法 這個是 讓你們吹彩虹屁 把彩虹屁打在公屏上 我們看一下 唉 這個有人 你是我的什麼 我是你的EV師 專業 專業 這個我想 把公屏打在專業上 這種刷屏 想 想咬你一口 嘗嘗你到底是什麼東西做的 這麼可愛 好 不該從我所以就說出來 OK 我裂開了兄弟 我的冷汗瞬間出了一杯 我裂開 好 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粉絲還蠻熱情的 因為我們的限量禮盒 其實已經超過了1200件了 那這次直播間呢 我們是限量3000件 先到先得搶完美紙 大家可以趕緊搶起來了 我看一下現在銷量 銷量是1361件 現在還剩2700件 大家可以趕緊 你這個小夜燈 你是不是算錯數了 1300 1361 還剩1700 還剩1700件 不好意思 我數學是 語文老師教的 這個夜燈 就算是單獨賣這個錢 我覺得我也可以賣 對 因為這夜燈很超值 保證你的 上走的時候不會孤單 就安全了 就安全和孤單 好 那接下來呢 繼續跟雷雷進行聊天啊 那其實雷雷也是個原創歌手 那平時呢 其實寫歌的時候也是需要一些靈感的 那其實有很多粉絲想要知道 你寫歌的靈感都來自哪兒 當然最大的靈感肯定來自於 用我們以為是產品的時候 爆發出的靈感 呼吸嘛 對呼吸 皮膚會呼吸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別的靈感嗎 別的靈感都是來源於 就是比如說 就是呼吸嘛 就是平時的一些生活靈感啊 或者平時比如說你看了一個電視 或者一個電視劇 或者一些社會新聞 然後你 然後我再去 比如說社會性能有什麼好寫歌的 就我們之前有用這個寫過一些歌 哦 然後就 然後 或者說你第一人稱帶入另外一個人的角色 然後去感受他的一個人生經歷 哦 故事性的 對 故事性啊之類的 那那個 剛才有個問題在嘴邊 你會出去采風嗎 采風 就是為了找靈感而專門的去某一個地方 要感受那個環境 然後寫歌 很多畫畫的人會去采風嗎 就是找靈感嗎 嗯 會去嗎 我其實大部分都在采風 是嗎 就是采風嘛 采風其實不是 我覺得 也許有的是像畫畫 他可能需要去像畫 或者說去感受他們那個 但是我覺得像寫歌的話 可能更需要的是放鬆 你一般什麼時候靈感會混發 因為有些人可能在洗手間 有人在洗手間的時候 很多歌手都是在洗手間的時候寫出的歌 我的畫 就坐在房間裡的時候 一個人待 還是一個人待的時候容易 對 想出靈感是嗎 哦 難怪 有人 還有就是 其實很多人粉絲朋友們 想要跟你蓋的同款的歌單 能分享一下自己的歌單嗎 最近有聽什麼歌 最近聽的歌 秋藝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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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還蠻 對啊 這首歌還蠻老的 就是蠻老的 蠻老的一首歌 但是我昨天晚上突然想到這首歌 這首歌還蠻老的 很經典 因為在我國慶就是 之前我還穿的都是 就是沒那麼厚的衣服 然後 國慶然後昨天坐飛機的時候 突然 就是自己去買了一件大衣 然後 就穿了 哦 秋天來了 就是有這種感覺 你的衣服可能一夜之間就換掉了 哦 秋藝濃 你平時還是聽慢歌多一點嗎 還是說都會聽 都會聽 我平時聽快歌多一點 你啊 那你挺活潑啊 我還好 因為我 因為我喜歡Lady Gaga 所以我就聽 就是舞曲啊 對對對 就是我表面能有多穩 就是我在別人面前能有多穩 我背後就聽多搖滾 就是這個反差感還是蠻多的 那還是除了歌單以外 你就分享了一首歌 這個叫歌單嗎 還有 多分享幾首 還有的話 最近有去聽 有去聽一些 就是大家都 就是聽的比較多的一些歌 《飛鳥和蟬》 哦 飛鳥和蟬 嗯 因為平時 平時我比如說會 會去聽一些音樂劇啊 就是學校會分享給我們一些嘛 嗯 然後可能自己的一些歌單 就一直沒有更新 嗯 然後比如說我想唱的歌 可能有很多喜歡我的朋友們都說 怎麼雷雷唱的歌我都沒有聽過 然後所以我就會再去聽一些 可能大家都會 哦 大眾一點的歌 對 就是就是 又好聽又很多人聽過的歌 然後再去Cover給他們聽 我覺得分享一些自己小中的寶藏歌曲是件好事 因為既然它那個歌那麼好聽 肯定要給大家分享嘛 嗯 我覺得那個蕾蕾能給大家分享一些寶藏歌曲也是挺大方的 嗯 就是寶藏歌曲可能也是因為我自己的個人喜好 嗯 然後然後讓就是希望就是平時可能我之前分享的時候 大家可能說我沒有聽過 但是呃還是像我的話就是還是會聽很多不一樣的歌 哦 這樣的話音樂可能的那個可能性 全面性 對 就會更大一點 哦 還有人說書單你平時有看書嗎 書單最近就沒看書 最近是就是休息的時候就沒有在看書 因為有的時候你比如在車上怎麼看書也不太方便 信條那個電影 哦信條 我還沒有 因為我覺得我肯定看不懂 所以我就沒有去看 也不必看到 就看 看個熱鬧 我看了女排 我看了女排 女排還蠻不錯的 感人啊 嗯 對 然後別的電影最近其實也沒有太多上了 嗯 那除此之外還有 呃 一些其他的有沒有想要最近比如 呃 蓋得到的一些寶藏的好物什麼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物嗎 嗯 當然是我最近 哈哈哈哈 那當然啦 當然是 伊貝斯青春富坦系列透露精華液 精華液 哈哈哈哈 給鏡頭看一下 就是我們 蕾蕾推薦的 呃 伊貝斯鱼子醬 青春富坦精華液 這一款產品呢 也呃 加入到了我們整個蕾蕾的一個禮盒當中 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會有一個 青春富坦的幾年乳和青春富坦的一個精華水 除此之外呢還有一個蕾蕾的小夜燈 以及五張明信片 還有附贈你幾張面膜 好這一起一共是一個禮盒 那接下來呢我們是限量三千件 現在已經賣了一千多件了 所以現在還剩一千多件 大家一定要記得抓緊時間購買哦 嗯嗯好 那呃 接下來我們還是要跟我們粉絲朋友們來進行一下互動 來看一下 要抽獎嗎 等一下再抽 哦 還有抽獎嗎 應該還有吧 還有吧 還有吧 還有還有 現在抽嗎 啊我看一下 先點贊吧 啊我們等一下我們等到兩百萬抽吧 現在是一百九十七吧 我們現在還剩三萬 我們兩百萬抽 我們下一輪獎 哎我來幫他們點一點 造了一種等 瘋狂下單 哦 哦 記得充禮盒啊 大家充禮盒啊 各位我們的粉絲朋友記得充禮盒 你能說價格錯啊 價格沒錯呀 你看看 價格 倒數價二百五十八嘛 因為我們這個 是有起步價的 就是是起步價 是起步價 哦 點錯連結了 是十二號寶貝啊 十二號寶貝啊 十二號寶貝 十二號寶貝 領券利減六十元 哎過兩百萬 哇這瞬間 怎麼一Q就瞬間就過呀 啊來 現在已經到了兩百零三萬了 接下來我們來抽獎 抽簽名照片 好 簽名照片 是現場抽 現場簽嗎 這現場簽 我有我有筆 幾張 五張 來當著你們的面簽啊 當著你們的面簽 五張 親筆簽名的照片 是這個嗎 你看這個簽完的 你看 打印了 你看這是上面你看 簽好了簽好了 我 我在這看著我都看不慣了 金色的 好可以 來我給大家展示一下 簽完一張 你看看一張 來 親筆簽名 好 簽了三張了 五張哦 先想一下 等一下刷什麼詞條吧 紫條 嗯 那個有粉絲反饋說 那個我們那個禮盒的價格 現在變成了原價了 不是啊 不是啊 剛剛好像 對 剛才 剛才現在又恢復了 現在又不是原價了 剛才 大家重新進一下那個 鏈接裡面 重新進一下 裡面 重新進一下那個裡面 嗯 12號現在 剛才確實我點開的時候 有突然變99 但是現在又變回原價了 又不是又變回 現在我們的優惠價格了 大家記得領券購買哦 限量三千件 好的 那 抽完五張了 你來先想一下 我們來刷什麼 啊 刷 趙磊送你的 禮物 這麼簡單嗎 先刷一個 刷一個 啊 懂了 懂了 趙磊送你的一倍詩 趙磊送你的一倍詩 還是趙磊 趙磊 趙磊送你的一倍詩 趙磊送你的一倍詩 大家可以刷一下我們這個詞條 趙磊送你的一倍詩 也可以啊 趙磊送你一倍詩也可以 趙磊送你一倍詩 對 都可以都可以 好 那一就是五個 來 雷雷來幫我們開始截屏吧 好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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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了 四個了 3 2 1 好 五個 來看一看哪五位呢 我看看哪五位 我來看一下 來 首先 3 4 5 第一位 恭喜 雨 就在讀雨 許吧 許 許 恭喜 許 只喜歡你 8 恭喜你 第一位 然後第二位呢 恭喜 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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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第三位 恭喜 王董董 恭喜你 王董董 董董 恭喜你 第四位 恭喜 YHHX 下斜杠 三零 恭喜 YHHX 三零 恭喜你 最后恭喜 张小便 张小便 没有关注 张小便 没有关注 我们的伊贝师直播间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个 中奖资格 就是取消 瞬移到 30M 大白团子 应该是 粉丝名 哇 中的一个粉丝 恭喜 30M大白团子 恭喜 以上五位 恭喜你们獲得了 我们的伊贝师 和赵磊一起联合送你的 签名照 恭喜五位 等一下直播结束之后呢 我们会 在 客服会 私下联系你啊 会联系你 只要凭借你的ID 来进行领取就好了 然后 七个工作之内 会包优送给你 好 送完了送完了 可以了可以了 再看一下 大家说 哪个 哪个 有没有人中了 可以在屋名上 说一下自己 中没中了 你说太废了 又陪跑了 气死我了 因为有人 因为我们直播间 肯定是有一点小颜值 但是小颜值 其实不 其实不影响了 嗯 我们得试 伊贝师直播间的粉丝 因为刚才那个人 不是伊贝师直播间的粉丝 所以那个人没有 就 就没有办法 真没有办法 我们 规矩就是规矩 规矩就是规矩 好 不会有 那除了 除了刚才我们这些福利呢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福利 这个最后的福利呢 真的是一个超级大的福利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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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 这是福利 送给的 刚才有人说说那个 可以把你送给他们吗 我想说 直播间除了你外的其他人 每一个人都答应就可以 少一个人都不行 什么什么 除了什么 就是除了直播间除了他以外 所有人都答应的话 你就可以把你送给他 除了他是谁 就是直播间有一个人说想要你 就把你送给他 但是我就跟他说 我说比如那个直播间有两千多个人 我就说那你除了你以外的 剩下的一千多个人 如果每一个人都同意 就可以给他 啊 我不同意 OK 本人正主康吧 我帮你们已经做到这 我已经帮你们说到这了 我是有在争取的 你看 他们都说不可以 我有在争取 嗯 不错 那我们 带哥还是要 毕竟我们难得营业一次 还是要多跟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 多互动互动 嗯 你们还有什么想要问我们蕾蕾的吗 还有吗 或者有什么话想要跟蕾蕾说的吗 千载男朋友的机会 你们就隔了一个手机 就隔了一个手机的距离 赶紧问 赶紧说 他们还在不写 对 还在上一个言词当中 也还在刷赵蕾送你一杯试 你是2G网 哎 有人会问 你为了保护嗓子 会有什么忌口吗 好 以前 以前是真忌口 现在是不太 不太会 就是 就除去了那种特别特别辣的 就不吃 但是现在 特别特别辣吃什么 潮天椒 就是那种 但是火锅什么的也都很辣 火锅会吃啊 就是还是像那种 就比如说 速冻的那种很辣的零食 速冻的辣零食是啥呀 辣条不算速冻啊 速冻怎么会有辣零食呢 就是冻着的 哎呀 我就不具体说了 是什么那个 就是 就是 就是可能还是会少吃一点太刺激性的 对 因为 我就 后面觉得 人生就这么短 为什么要苦了自己 还是要 还是要 就是真的想吃还是吃吧 对 我要有这么大胃口就好了 我每天就是 我喝空气我都能饱 哎 就还是 就是像平时像多喝水啊 然后吃润猴的东西 嗯 然后 人问你 哎去哪了 人说团宗 问你团宗的问题 嗯 这个就是工作安排啦 这个如果有的话 肯定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见面的 嗯 然后 一会儿 他问你一会儿是不是要去吃饭 刚吃过了 你刚刚 哎 你刚刚不是在这边说 雷雷在后面什么紧张 准备当中 准备当中 我在 啊 紧张 真香 紧张 不紧张 我本来想赢到一种 就是你有在继续准备的状态 你自己给自己拆台 嗯 嗯 还有 别的 你看就是 可以安排秋游Vlog吗 秋游 秋游 秋游Vlog 那要去看去哪里游啊 哎 可是北京冬天了 冬游了 都变成了 这都是冬游了 北京没有秋天 只有冬天 哎 你平时是在上海多一点是吧 对 平时就像 比如说没有工作的话 学校就是正常的在 嗯 工作日上课的话 还是要去上课嘛 就后面如果有出去玩啊 或者说去去外面自驾游的话 就可能会给大家了 他说既然在学校的话 多拍点学校Vlog 那同学就很奇怪的看着我 哈哈哈 装画自动很好 然后拍Vlog 大家好今天上什么课 哈哈哈 其实但是我觉得可以 就是如果想下来的话 有点有兴致的话 可以拍一拍这种小福利 什么的有粉丝 我已经帮我争取到这了 这可能会拍 会拍一些片段话的视频吧 那就可以啊 今天上课 然后上了什么 就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你拍什么粉丝都喜欢看啊 这个是真的 嗯 嗯 哎有人互负 互负手法 然后会问你互负手法 我也蛮好奇手法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手法都不一样 你是什么手法 我就是会介绍 哦 你是那种是吧 对对对对 一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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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拉 提提提 对对对对 就是让自己就是心里安慰 就是让我再拉他 我这样这样 那其实好像越撑越松 你有会 你有这样吗 还说只是搓他 我不搓 你用美容仪器的类的东西 会用 很少 因为之前就是 嘗鲜嘛 我连嘗鲜都没有尝到 就是我一直想种草 但是一直就是觉得我应该不会经常用 所以我就没有买 我之前就是咬紧了舌根 买了一个护发的仪器 然后 护发的仪器 去年买 那个大锅吗 是那种锅吗 不是那种大锅 是一个像 头盔 头不是头盔 就是发枯一样的 哦 然后有那个激光吗 生发吗 也不算生发 就是护发 因为那会儿染头发染得特别频繁 有生发的就好了 然后去年买了之后 就是大概就用过了一个月不到吧 是因为太忙吗 还是说懒 懒 真懒 那个我还是不会经常用 还有说国庆有作业吗 国庆啊 国庆我们有布置一些 就是有返校之后的一些作业 你什么时候排剧目啊 这个学期什么时候开的学 这个学期 上个月 上个月才开学是吗 等于上半年也 九个月份不是开学吗 因为有的学校 不是因为这个特殊情况 延期 网课啊 你一直在上 你一直在上网课吗 对啊 因为我已经毕业很多年了 我都不知道网课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网课就真的就是上吗 可是班级里人很多吧 就是比如说我们视频会议 所有就是几十个同学都在一起吗 对 当然邓小燕 可是你是 可是艺术课怎么上 就是比如说舞蹈课 老师先把手机架在这边 这跟我们现在一样的 我先给你示范 是这样子 示范完之后 然后你再跳 老师一个一个检查 可是这样很奇怪啊 但是我确实有看到 我确实有刷过很多视频 就是那种舞蹈生在家上网课 然后因为他们那种跳舞 还要翻杆到什么 就把家里的家电全都给串到了 有啊 我当时那个在 在那个无锡路 炙热的我们的时候 那酒店的地板 都被我 踢踏舞吗 对 都给踢 踢打出蜡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还蛮 还蛮好奇这种舞蹈课 那声乐呢 声乐就是 唱 可是他听不出来吧 因为隔着电流音什么的 会高频啊 就是炸麦了 对啊 但没办法嘛 就是 那文化课也有在上网课吧 文化课也是上网课 都上网课 你能想得到的都是上网课 那网文化就还好了 网课就上就好了 对 老师去一个PPT 然后一个电脑 那你们奇梦好试呢 也是网上课吗 也是网上课吗 舞蹈也是在他面前 也是网上课 跳个舞 对 还蛮神奇的 真的 没有赶上这个时候 蛮新鲜的 可以再体验一次 不了吧 不得去老年大学了 不得去老年大学上了 最近有人问音乐剧 音乐剧 音乐剧 有看音乐剧吗 我们就是 最近的话 学校有在安排就是 怎么了 有 有人问那个 还有人问 那个毕业大戏的角色定了吗 毕业大戏 我还没呢 今年先 今年先 把今年的 那个 剧目课的内容先弄好 因为大三 大部分都是剧目课的 一些 对 因为正常来说 但是毕业大戏的话 大四上班学习就要弄了 我们之前毕业汇报的时候 也都是大四上班学习的时候 汇报 对 我现在还没呢 嗯 你觉得不着急 就是肯定 如果有信销的话 可能会第一时间 同步给粉丝朋友们打 对 然后 还有 酒量怎么样 你酒量怎么样 可以喝吗 还行 OK吗 就是OK的吗 OK的 是可以说的吗 就是可以说的吗 少喝 就酒少喝 不要少 大家一定要少喝 要控制范围内 因为多喝酒确实对身体不太好 嗯 那等一下呢 我们还会再送一个东西 送什么东西呢 你猜一下送什么 我猜 嗯 送东西 哦 我知道了 您刚指了一下这个对吧 嗯 对 我知道了 是不是刚刚买的全部免单 哈哈哈哈 我要不先走了 这是你 我很怕 让我来承担这个费用 哈哈哈哈 开玩笑 对吧 是不是送这个礼盒 能够给你送出一个签名的礼盒 给他送出一个签名礼盒 而且关键是签名礼盒 一就是五位 五位 然后 五个礼盒 那等一下再等会儿穿是吧 因为我们五个礼盒放在这不太好看 所以等一下签 那我还是先想一个 呃 刷什么词吧 对对 嗯 又不同步了 那我们等同步的吧 赵公子买的 哈哈 两个赵公子买 哈哈哈哈 这位赵公子当然是赵振宇 我不姓赵 我不姓赵 我姓别的 你姓振宇 我姓雷 我姓雷 我叫雷振宇 哈哈哈哈 那个 同步了吧 同步了吗 来我们同步的时候 我们在 嗯 来 稍微就是准备一下 我们先想一下 我们等一下刷的词吧 刷什么词呢 给 赵公子买带 哈哈哈 你是赵公子 哈哈哈 我不是 就说赵振宇 今天买带 哈哈哈 不要 哈哈哈 我今天是免费来的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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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想看啊 嗯 嗯 像这品牌的 嗯 同步了 现在同步了 嗯 真的有人刷你买的啊 他说的照顾是你 是你 你的都是你的本色 是你 都是你的本色 嗯 刷一下那个刷 我们刷 还是涉及到 还是跟伊贝师有关系吧 嗯 什么什么伊贝师 或者伊贝师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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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礼盒 我看一下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伊贝师与子将护肤套装 那你就刷这个吧 可以啊 可以 带给你的名吧 要不说刷赵磊送你 也刷过了吧 刷过了 词穷 那就刷这个礼盒的名字吧 伊贝 送那个伊贝师大麦好不好 好 祝伊贝师大麦吧 对 祝伊贝师大麦 嗯 我们刷这六个字啊 嗯 五个字六个字 祝伊贝师大麦 六个字 祝伊贝师大麦 各位粉丝朋友们 来刷吧 祝伊贝师大麦 祝伊贝师大麦 不要再刷什么伊贝师 又赵公司买单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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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可能现在延迟稍微多一点 好 现在刷起来了 伊贝师大麦 来伊贝师大麦 我们送出五个赵磊的签名礼盒 哎磊磊的签名礼盒 到时候你会签在哪儿 你签完没签是吧 到时候签在哪儿 哎 签在野灯上之类 会签在外面的 签外面是吗 OK 签在盒子包装上 OK了 好 来 五个 五个啊 希望你们今天晚上能抽到 三二一 好 三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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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啊 我没查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几个了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应该有五个了好像 五个了 正好五个了 我们看一下 首先恭喜 恭喜 winner 一二一 九 恭喜winner 一二一 九 第二个恭喜 用户 四七一 九八二 八八 恭喜用户 四七一九 八二 八八 恭喜葱绿的 丽兰同同 恭喜葱绿的 丽兰同同 恭喜爱吃樱桃的小丸子 很有爱 恭喜爱吃樱桃的小丸子 很有爱 恭喜OP3257 恭喜OP3257 恭喜五位 获得了我们伊贝斯的 蕾蕾千瓶礼盒 恭喜 你们说 十二号链接好划算 大家赶紧去买 十二号就是我们的 蕾蕾的这个 伊贝斯礼盒 里面包含三个 首先是 伊贝斯的 鱼子酱 青春富坛 透亮精华液 伊贝斯的 青春富坛 精华水 伊贝斯的 鱼子酱青春富坛 鲸盐乳 这三个 然后再加上一个 小叶灯 再加上五张明信片 五张明信片 然后还有几张面膜 就是整个礼盒的内容了 限量三千个 大家赶紧来购买哦 好那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流程是什么呢 接下来的流程 好 接下来的流程是 还是要继续跟我们粉丝聊天 我觉得 尝一下 我来看一下 还是有人说自己在陪跑啊 就是在陪跑 哎呀 没事的 没关系 没关系 分母需要安慰 安慰一下我们的分母们吧 分母是什么 分母就是 中奖的是分子 底下是分母 你觉得大家都是分母 没中的人都是分母 哦 你们干的不动吗 我懂了 分子分母嘛 就是中的人就是分子 然后没中的人就是分母 安慰一下分母们 嗯 没事 赵公子没的 没事 没事 有赵公子在呢 没关系 下次有机会 再试试 嗯 哎呦 呃 有人说 蕾蕾你听见了吗 他哭得老大声了 嗯 他哭得老大声 哎呦 你还哪去了 去到别人的直播间里去了 哭得老大声了 嗯 但是等一下呢 我们还有一个精彩彩蛋 等一下呢 我们还会有一个彩蛋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离开 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 哎 嗯 买单送 有人邀请你去哈尔滨看看 你去过哈尔滨吗 没去过 你真的没去过 我为什么会去过呢 我以为说有时候会出差 北方啊 没去过 但我挺想去的 因为听说那边不是冬天有冰雕 我不是弄家人 是不是有冰雕 那就是家常便饭了 家常便饭 马路上都是冰雕呀 对我来说是奇迹在先 你见过雪吧 我见过雪 没见过冰雕 哦 你要去哈尔滨有个冰水大世界 我的天哪 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冰做的 有专门的冰酒吧 墙壁是冰的 杯子也是冰的 桌子也是冰的 那是不是太阳云照就关店卸业 不会 因为冬天再太阳照 它也不会特别高的温度 所以就全球都保持冰的状态 所以你就每年到春天 开画的时候 你就完全 跟他挖辣水了 是的 非常的恐怖 有人说 有人邀请你去其他的 有人说什么时候回厦门呀 上次回厦门什么时候 上次回厦门 哇 那是去年了 因为今年我家里 今年都没有回吗 对 因为那个去年回去了 因为今年那个过年的时候 家里人回成都了嘛 嗯 所以回成都过年了 嗯 等后面那个 空险的时候回去吧 嗯 有人问 油皮适合用吗 这个呢 其实我们的 我跟你们说 这个我专业 嗯 来吧 带货主播 我刚刚说 我帮你看看 就是 就是 就是其实 无论你是干 还是油性皮肤 就是因为你缺水 嗯 缺少 皮肤缺少了 那个 就是需要的水和营养吧 所以其实 你要补充自己皮肤的水分和 和自己皮肤的一些 就是 肌肤需要的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营养 然后你的皮就会呈现出一种 不干不油的状态 嗯 那个是最好的状态 因为一切的护肤的基础都是补水 因为你无论你是干皮油皮混合皮 或者偏干偏油 其实全部都是因为你缺水 第一步都是缺水 嗯 嗯 因为解救大家的缺水问题呢 我也是因为有这个礼盒在了 首先是精华液精华水和我们的一个紧致的 紧盐乳三个礼盒 三个包装的礼盒 然后额外有一个小夜灯 哪个小夜灯看一下 哎 一个小夜灯 然后还有五张明星片 以及送你几张面膜 这套礼盒 限量三天件 在我们的12号宝贝 记得领取一下60元的带金券 只赶紧去购买限量三天件 因为等一下我们直播下播结束了 所以大家赶紧在趁累累在的时候买 这样的话就是有仪式感 你师傅买 嗯 对 一定要现在买才行 嗯 好 比如说敏感肌可以用吗 敏感肌也是可以用的 也是可以用的 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温和不刺激的 呃 所以敏感肌的时候你要尽时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敏感问题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适合全肤质使用的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呃 比较比较比较偏的一些成分 所以其实都是适合全肤质的 嗯 好 那还是继续来和我们的粉丝们进行一下小互动啊 呃 有没有在近 诶 有在运动吗最近 最近嘛 最近运动都是排练 排练 排练其实也算运动啊 也算有氧嘛 对吧 然后就是 等 也不是等吧 不能等 不能老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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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要及时执行 哈哈哈 对 今日的事今日必 对 嗯 嗯 赶紧计划精神 对 我就想长肉 长肉 哎呀 我已经 我已经就是放弃一件事就没回事了 好累啊 我觉得我人生还是享受享受吧 嗯 我也没有人催我长胖 我也很多时候催你 让你长点肉 嗯 你还离听到的 但是还好 因为你整个身形感觉就是没有到就是像我一样骨瘦如柴 其实其实我我我不太介意我瘦这件事 但是我比较介意就是营养这件事情 哦要健康 对 因为就是瘦可能是体质问题 但是一定要健康和保持营养的平衡 这样子的话 就是人的状态是健康的就对 对 人说不要有压力 关键是不要有压力 有人想看一下小夜灯通电 这就已经通电了 我们这 因为可能是我们 这边光比较亮 光比较亮吧 你看它已经是亮了 它灭起来是这样的 它灭的是这样 你看 灭的是这样 就是透明的 亮一下 亮一下 它就是这样 就亮了一下 周围一个圈就亮了 然后再亮一下有冷光 它有三种光 它有三种光 来 还是挺好的 陪你上戏出去 来 等一下呢 还是有惊喜彩蛋 再等几分钟 再等几分钟 我们就会有一个最终的一个惊喜大彩蛋 来等着大家 好 然后今天呢 我们的雷雷 我们直播间来带 来参与一下 这是你第一次直播带货吗 是的 我表现的还行吗 挺好比我专业 真的吗 真的 千里 千里尔 挺好的 我的话还是根据自己的一些 平时护肤一些小情得 然后分享给 对我觉得现在没有人不护肤了吧 没有人不护肤 小朋友吧 可能如果特别特别小的话 其实没有必要护肤 但是基本上只要稍微 呃长大一点 我觉得青春期过了 就应该开始 青春期其实就应该开始护肤了 对因为青春期容易暴动 对青春期的时候可能变分泌什么的 可能因为发育比较快 所以还是需要一些护肤的 对 有人说16岁就已经在护肤了 我其实 我四五的时候就有在想要去抹一些水啊什么的 那个时候就开始进行这些工作了 嗯 有人说我就不护肤 那你就不护肤呗 那是你的选择 那可能他皮肤已经 对可能太好了 早晚有一天 咱不信他就走着瞧啊 咱不信咱就走着瞧 我当时也觉得自己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用护肤 如果你现在还没开始护肤的话 赶紧 买一下这个青春 伊贝斯的这个 青春妇呢 的这个礼盒 可以试试看 青春妇谈 也许你对护肤有一点点的 误解 嗯 你可以试试看 说不定你皮肤会变得更好 是的 嗯 是的 蕾蕾都这么说了 我 哈哈哈 我觉得 专业 把专业打在公屏上 对 做做做 专业 有可以多多尝试一下 可以多多尝试一下 我觉得这样的话 跟粉丝的互动性也比较好 对 能多多进行一下互动 嗯 好 那呃 接下来呢 呃 其实马上就是我们的惊喜大福利了 那这个大福利是什么呢 我刚才已经卖了半天关子了 这个惊喜大福利呢 什么大福利 就是你也不知道 不是 就是现场cue你来清唱一小段呼吸 啊 也不让你唱一整首吧 嗯 那至少也唱一半首吧 哈哈哈 清唱 因为大家想 呃 听利用蕾蕾的唱功还是一顶一的水平 所以还是想 大家还是一直想cue你唱 因为刚才一直都有人来cue你唱歌 嗯 嗯 那我唱个副歌 好 来吧 嗯 嗯 是啊 嗯 對! 富有幾句天地呼吸 雨水又離雨風飛行人絕幸運 若覺生活是場孤獨真意 光斑光陰 人們脆弱那分鐘 我渾身GV哥都起了 真的 因為你唱歌的時候跟你說話的時候其實就是特別是兩個人 因為你平時說話的時候就很活潑啊 但你唱歌的時候就是感覺你又插上翅膀飛到天上去 我的天啊 你看那一首 而且你唱歌的共鳴怎麼這麼強啊 所以感覺整個空間 你的口腔和你的胸腔整個就是打開 你的歌聲像翅膀一樣從你的後面飛出來了 就特別像自帶音響 我的天啊 我的雞皮疙瘩起了一聲 之前 我的眼瞳孔地震 之前 我的唱歌的時候有個朋友說就是我這邊探吉他 他說誰在放歌 好響啊 這個時間好大啊 因為整個加上這個回聲之後就 所以我經常直播的時候就是之前直播嘛 然後那個麥就爆了 爆了 就爆麥 他不是說你是人間聲卡 對 你唱歌特別像是從聲卡發出來的聲音 是嗎 沒有雜音也沒有呲音也沒有就是氣聲也沒有特別多 所以就感覺就是好像是修過的聲音 我的天啊 再多的讚美也誇不完你剛才的表現 沒有沒有沒有 繼續努力 我的天啊 真的很好聽 因為我不會唱歌 就是我 我都不是說什麼唱歌不好聽或者怎麼樣 你不會跟朋友去唱歌嗎 我喝酒 我就在旁邊喝酒 因為就是唱歌對我來說是實在是有點不太自信的事情 所以我很羨慕會唱歌的人 果然是主唱大人 也沒有也沒有 這可能這是我的 這是我從小比較喜歡的一個興趣愛好 然後變成了我現在的職業 我有天賦 我還是不要保持再跟那個 你晚上你晚上了一兩分鐘 那蕾蕾今天 你們忘記剛剛的那個表情 不要截圖 謝謝 謝謝 可能截圖滿天飛了已經 我覺得聚散終有時 還是卡住了 我現在變成我醜了 哎呀 下了怎麼辦 還沒好 又好了嗎 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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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 還是卡住了 好了 可以了嗎 可以了 好 那今天的這個伊貝斯的直播就到這裡結束了 然後希望大家能夠去支持伊貝斯的這個我的同款禮盒 然後希望大家能夠早睡早洗然後保護好自己的皮膚 他玩人生破小前行 RES讓您巔峰向盈 我厲害不厲害 沒有 那得吧 得得得 晚安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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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